Hello 大家好 我是Holly 平時驗新樓就驗得多了 今天就跟大家驗一下二手樓 來到張坤澳中心 驗收一個兩房單位 業主就說想盡量保留現有的裝修設計 不知道行不行呢 聽一下驗樓師怎樣說 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有甚麼看法都可以留言說說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在開始之前也提提大家 記得Subscribe 28House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已經Subscribe了 都記得按旁邊的小鐘 當訂閱的人數到達3萬人的時候 最後我們就會贈送禮品 頭獎還是iPhone14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2003年入伙 樓齡大約20年 單位實用面積有437呎 是兩房間隔 業主在今年年初用了683萬買入 我看到下半年突然有一兩個月 跌得很急速 我覺得跌完這兩個月之後 開始可能會跌勢會轉定一些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差不多是入市的時候了 參考28House的網站 Helen在1月買入單位的時候 將軍澳中心的樓價 剛剛跌停 當時的平均尺價是14800多元 而最新4月份的造價 已經比當時回升6.7% 在樓市未跌之前 隔離座數 樓層高一點的兩房單位 曾經做過780萬 即是Helen今次買入的單位 比高位便宜了大約100萬 我本身住南田 本來都想買回家附近的屋苑 但反而沒有人放款和合價 我本身在張光澳那邊上班 所以我看了維景灣半 張光澳中心 和都會站三個 最後都是選張光澳中心 因為適合不值一點 一入單位左邊就是浴室 另外這裡有個小小的玄關 有些人會選擇起座放一個薄身鞋櫃 但如果覺得不夠的話 亦都可以再移前一點 在這裡放一些大型高新的儲物櫃也可以 放下這邊 可以放一個三至四人餐桌 做到飯廳 再走前一點 你看到這些門口位 其實就是房門 廚房門 然後放下的位置 可以放梳化和電視櫃 成為一個客廳的位置 不及玄關 日至廳大約有142呎 開職時正 我們現在在看這個單位 就是相關到中心意旗 在千禧年代落成 當時還是流行窗台設計 在這個單位來說 有好有不好 好處是因為它的闊度 差不多等同整個廳那麼寬 變成這邊做到少許轉角窗的設計 彩光度就會更加好 沒那麼理想 因為其實它這邊 看出去都是隔壁的座數單位 我私隱到如果想提高的時候 就一定要落臉才行 單位在中層 向西北方 雖然望柳景為主 但如果可以清走一些陳年膠紙色 相信視野可以再開揚一點 康Sir我看到這個單位的窗 因為之前的業主可能打風 貼了很多膠紙 立即好像都很難清 有沒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我們多數會用W40 或者有時用白電油噴下去 之後慢慢慢慢插進去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 多數就噴下去 噴完之後 其實用紙巾或其他東西 慢慢慢慢插進去 插完一塊之後 其實你看已經沒有效果了 又要再慢慢噴下去 來插下一塊 所以可能用的時間會比較長 但是這個玻璃窗 有沒有流水問題 需不需要換 還是清潔一下 其實都可以照用 剛剛我們同事 其實主要是看外牆 敲一下旁邊的位置 有沒有空心 還有看一看外面的窒膠 有沒有洞洞洞洞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窗就沒有流水的情況 仔細一看 窗邊的窒膠雖然有小小洞 不過也不算嚴重 不需要換過窗 再看其他地方 禮牌動作 敲一下這裡 敲一下那裡 長身沒有發現太大的問題 反而大廳中間有一塊很愛眼的地毯 是不是藏起了些什麼呢 揭開看看 可Sir 我看到這個單位 無論是房還是廳 中間的地板 都有一塊深色了 其實是什麼問題呢 明顯你會看到 這些位置是很深色的 代表地板有發黑的情況 代表整個廳房 其實它們都是很濕的地下 拖地 如果你說是小部分發黑的話 其實我就覺得可以不需要換 輕輕打磨它就可以 但如果你會見到 整個房間 中間一大大 黑曬 連廳 都在地上都黑曬的話 我就建議 新的業主 整個地板換掉就會比較好 通常就提醒 如果業主將來都想換木地板 只需要用除層子 或者吸層機去清潔就可以了 接下來來到最常出現問題的浴室 廁所的裝修設計已經有20年了 雖然看上去 你會看到也有很明顯用過的痕跡 但其實實用性來說 我覺得鏡櫃的儲物量 其實都挺足夠的 業主也都說過 其實他都傾向保留現在現有的所有裝修 至於行不行 我們聽一下HONSIR怎樣說 洗手盤其實是有漏水的情況 除了漏水之外 其實我們會見到這裡 有幾個大的紅色的水劑 另外其實還有兩個小的水劑 這六個水劑同時試的時候 其實是扭不動的 因為始終這些水劑 太久沒有扭過 如果硬扭下去 有機會它會爆頭 業主可以在成交之後 其實就可能叫裝修師傅跟一跟水劑 如果不跟的話 就每一次維修這些水喉的時候 就可能要叫管理廚山出面的水劑 洗手盤下面的水劑要整 座次的水箱都要整 剛剛我們進來之後 其實就發現水箱不斷長期漏水 就不會停 明顯就應該是這些位置 其實是有少少壞了 可能就要整個要維修了 原裝是浴缸設計 沒有發現漏水 不過買二手樓 除了怕自己單位漏水落樓下 亦都怕樓上漏水落自己單位 這裏又有沒有這個情況呢 現在你會見到我們這個位置 其實這條喉是樓上浴缸的去水位 你會見到是很新淨的 還有沒有水積 代表樓上沒有漏水落來這個位置 整體來說 浴室的裝置不需要換過 不只是需要維修水制和座次 不過單位是黑廁 用了20年的秋氣設備 想省錢一點 不換掉它 但又想衛生一點 可以怎樣做呢 有時二手樓會見到這些比較殘舊 其實可以試一試 看看蚊出來 可不可以清潔 如果清潔不到的話 其實可能即是換回這套機 其實都解決到問題 不需要整條喉 連外面的喉 全部再拆開再換過 因為其實 你全部再做過 其實你要打完所有假天花去做 其實工程和費用會比較高 來廚房看看 這裏其實進來 你會覺得以一個兩房單位來說 空間都算挺大的 做到三邊工作台面 不過用起來就有兩點要注意 第一就是它有個星盤擺在這個位置 如果要起到洗東西的時候 可能就要關上門才行 第二就是其實都比較近隔離主人房 如果不想油煙飄過去的話 平時煮食的時候 最好也是關上門 現在的廚櫃 以至大部分的家店 都是一手原裝 抽油煙機 微波爐 雪櫃 都是西門子品牌 不過洗衣機就有很明顯的換掛痕跡了 很多時候 新盤的時候 發展商會做好好的洗衣機櫃門 廚櫃 其實都會送給業主 現在二手樓 其實很多時候 用久了 洗衣機要換了 換完之後會有什麼後果呢 好像現在這樣 裝完這部洗衣機之後 每一次開門的時候 都會刮到旁邊 刮到爛了 可能整部洗衣機都要換好它 康Sir建議 如果想換過廚房的原裝家電之前 最好先量一下尺寸 這個單位的開織 其實它兩間房 就是分佈在客廳左右兩邊 就是說沒有走廊位 就更加實用了 面積就可以放在房間裡面 現在就進來看看 這間小房有多大 其實進來 你看到開織都挺視正的 就算不利用窗台也好 都夠放一張單人床和衣櫃 這裡接近50呎 裝修問題方面 除了地板發黑之外 冷氣壓縮機也都關了售 要換過 最後看主人房 大約有65呎 參考現在的傢俬報告 放完雙人床之後 都還有走動空間 康Sir 可否和我們總結一下 這個單位驗收下來有甚麼問題 首先我們驗到地下有發黑的情況 廁所的位置和廚房 其實都有流水的情況 還有水制有壞的情況 第三就是個別有家電 其實是爛了 我覺得是需要更換的 三樣問題入面 若果業主的預算有限 康Sir 就建議地板發黑 可以暫時不用換過 不過流水的問題就一定要處理 至於損壞了的家電 包括廚房的洗衣機 睡房的冷氣機 和客廳的電掣都一定要換過 聽完驗樓C點說之後 Helen想著 除了維修和更換部分家電之外 都會保留廚廚的原裝 反而客廳那邊 就會重新游過油 訂造入場櫃 新樓其實是會有發展商去幫你執修 而二手樓其實我們主要 是要找到哪些是比較重要的問題 哪些是會影響到自己入住的問題 例如窗滿漏水 浴缸漏水 浪浴間漏水 這些是一定要去處理的 還有最重要是看一看樓上 有沒有漏水在樓下 還有最怕自己漏水在樓下 怎樣知道窗戶或浴室有沒有漏水呢 大家可以按右上角的連結 重溫上車BB班 除了單位合格 開職市正之外 Helen在將軍澳中心 其中一大原因 是屋苑的配套齊全 中澳站上蓋有幾個商場 連在一起 就是天進popcorn 連在一起的商場 我們覺得很方便 如果晚上想下去吃東西 想買東西 民生配套會比較適合我們 屋苑基座的商場 佔地超過40萬呎 有超過200間店舖 有買日用品的商店 亦有供應不同菜式的餐廳 交通方面 屋苑隔離寨將軍澳站 附近亦有公共運輸交匯處 不過就不算很多路線 對於有開車習慣的住戶來說 將軍澳中心二期提供456個車位 平均每5戶增1個 不過大部分都是由發展商持有 想租用的話就要排隊了 會所方面 連環圓林佔地超過25萬呎 有身內外泳池 兒童遊樂場 網球場 項目每10呎管理費 大約是2.3毫 以今集驗收的兩房單位做例子 每個月要比1000元鬆一點 廣告時間 如果想了解Premium物業的話 立即下載SquareFood的app 一定會找到你的心水選擇和資訊 始終樓齡不小 將軍澳中心 大部分單位都是採用窗台設計 只有第三期才提供到露台 加上黑廁的設計 未必個個都接受得到 不過屋苑會所規模不小 樓下又有大型商場 港鐵站 齊全的配套都可以加一些分 作為區內的大型屋苑 將軍澳中心 現在有大約93個放盤 兩房單位的叫價 由大約7百20萬起步 至於三房單位 就埋近1000萬 如果有業主都想申請驗樓的話 可以參照這個格式 E-mail或者WhatsApp給我們都可以 大家喜不喜歡看這些驗收二手樓的影片 不如都在下面留言告訴你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最後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like支持一下我們